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警方发现这座加油站装有12个监控探头 这些探头记录下了报案人驾车进入加油站 加油后离开的整个过程 这辆白色的商务车就是报案人长亚超所驾驶的新的商务车 然后他在这段路上里面这个监控的角度正好他那个副驾驶座位上没有那个位置没有拍到 由于整个加油过程中 那就是开摩托车了也没有 有好多是开着摩托车去到去抽呢 我也挺多的嘛 那摩托车好像也没经过嘛 没有这段时间没有 那么人呢 人一般都是工作人员 或者驾驶员被驾驶都站在边上了 提前一个小时看 你看报案的时间 看看也都比较正常 会不会是长亚超记错了呢 他的夸包会不会是在其他的地方丢失的呢 侦察员有些怀疑 然而司机长亚超却相当肯定 常亚超说 被偷的那笔钱是当天上午九点半左右 也就是他被偷钱二十分钟 在附近一家储蓄所里刚取出来的 侦察员调去了储蓄所的录像 长亚超说 取钱之后他就开车到这里来加油 中间哪都没去过 包只有可能是在他下车加油的时候被人投的 那么会不会是长亚超取钱的时候被人盯烧了 莫非窃贼一路尾随来到了加油站 而后实施了盗窃呢 当时你取钱是怎么过去的 我自己开车去的 就开这两次过去的 是吧 对 那你办业务的时候后面有没有人看着你或者什么 这个我没注意 没注意 那后来取好钱以后离开呢 离开我也没注意 就你都没注意 就自己开了自己就走了 对 是吧 对 侦察员仔细查看了司机的银行取钱过程的监控录像 结果并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可疑人员出现过 而且长亚超的车开进这家加油站的过程中 车后也没有发现可疑的车辆尾随 这个加油站不是在那个城区中心啊 是偏僻的路上 你来总是要车车子吧 但是他边上没有可疑的车子 没有人尾随 这说明偷包的人就隐藏在加油站来来往往的人群当中 而且他应该是随机作案 他碰巧看到了施主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的那个挂包 他就趁司机去加油的时候 从车的另一侧顺手牵羊的把这包给拿走了 这个人会是谁呢 窃贼是怎么把包从车里偷出来的呢 据司机长亚超会议 加油的时候所有的车窗都是关着的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窃贼拉开了副驾驶一侧的车门 把包偷走之后又将车门关好离开的 因为这个车门一开以后全车 那个车门就自己解锁了 我就站在这里 看油表回零 我没注意那边有人 我也看不到 就算有人偷嘛 总有声音嘛我就想 难道驾驶员他开门 他就在门边上 开门又听不见声音吗 侦察员注意到 整个加油过程中 司机一直站在驾驶室门外 而且驾驶室的门始终是敞开着的 窃贼开关车门发出的声响 按说长亚超是应该没听到的 但是长亚超却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听到 对于司机长亚超的这个解释 侦察员觉得有些不合情理 因为当时在那只有几辆车在加油 而且车辆加油的时候 发动机是关闭的 警方的现场实验表明 即使几台加油机同时工作 发出的噪音也并不是很大 有人开关自己的车门 驾驶员不应该一点都听不到 会不会是这个叫长亚超的驾驶员 有什么问题呢 调查中警方发现 长亚超丢失的那四万四千块钱现金 其实并非是他个人财产 而是他所在公司的一笔公款 前脚刚把钱从银行取出来 后脚这钱就神不知鬼不觉的丢了 而且丢的还是公款 这整个丢钱的过程是不是太离奇了 这个丢了公款的长亚超 会不会有不同寻常的地方呢 警方决定到长亚超的公司 去了解情况 在长亚超就职的这家公司 侦察员了解到 此人是公司总经理的专车司机 他丢失的那笔钱 原本是公司用来上牌照的费用 案发那天 长亚超是受公司领导指派 去代理公司缴纳这笔牌照费 然后再去交警部门办理新车上牌手续的 为此公司事先把所需的费用 全部打在了他个人的公司卡上 据公司介绍说 长亚超是一年前应聘来公司工作的 录用时公司对他的家庭背景 个人履历做过严格的审查 而且此人平时工作态度很积极 做事也比较谨慎 应该不会做出什么违法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谁偷走了长亚超 放在汽车里的那笔公款呢 虽然加油站的监控探头 没能拍到案发的整个过程 但是白色商务车周边人员的活动情况 以及人员进出加油站的情况 却被完整的清晰的记录了下来 也就是说 窃贼一定就在画面上这些 来来往往的人群当中 侦察员注意到 在司机长亚超给车加油的两三分钟时间里 除了加油员之外 只有四个人在长亚超的白色商务车附近活动过 之后又先后离开了加油站 距离白色商务车最近的 就是这辆大货车的司机 和车上的一名随行人员 这两个人在白色商务车进来的时候 就在加油机前给货车加油 半分钟之后 两个人就一起上车离开了 它都很正常我觉得 因为它从车上加油 加号油出来以后 加号油下车 然后再去开发票 这辆距离不是很远 但是按照他手里拿的东西 因为他毕竟是包 手里也没拿什么东西 所以我又排除了这两个架权 监控录像出现盲点 现场三十秒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到里面走进去干什么 半鹦鹉 一个细节让窃贼露出了马脚 离开加油站的时候 他手里面拎的那个蓝色布袋 一直向下垂直 加油站里的盲区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不是这两名货车上的人 又会是谁偷走了长亚潮的跨包呢 警方发现 就在大货车离开前半分钟左右 一个身穿蓝色商衣 黑色裤子的男子 从货车旁快步走了出来 之后驾驶一辆停在加油站外的卡车离开了 监控发明显示 这个人是三分钟之前走进加油站的 具有作案时间 但是考虑到被盗的是一个装有四万多元现金的跨包 侦察员觉得这个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毕竟这个包还是有一定的 他们应该是蛮大的一个包 你拿在手里或者放在衣服里面也都能看得到的 就排除了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这个人了 他是紧随着大货车的后面离开加油站的 侦察员注意到 此人手里拎着一个蓝色的口袋 而他走路时的神态似乎有些不太自然 他就这样子拿东西看看离开了 或许他是他这个人走路的习惯而已 手里拿东西出去以后他走得很快 别着走啊 他眼睛其实那尽管他的眼睛就直视了前面的路 他没有东看看西看看 监控画面显示 此人是9点45分的时候 和报案人长亚超的白色商务车 几乎同时进入加油站 这车子开进来以后 这个男的也跟着进来了 他到里面走进来干什么 半鹦鹉 我去看 看了以后好像也一会儿时间 大概就一分钟时间不到吧 我去从那个门口进来 然后出去了 此人在监控盲区里消失了半分钟 这半分钟这名男子究竟去了哪里 做过什么呢 偷钱的人会不会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拿着袋子的人呢 但是这个人除了作案时间 警方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就是他拿了钱 可除了他还会是谁呢 案发已经过去两天了 这两天里警方盯着上百小时的录像 一秒钟一秒钟的搜索着 这时候长亚超公司的人给警方打来电话 说长亚超失踪了 2011年4月25日 案发后的第三天 司机长亚超突然失踪了 当时事情发生以后呢 我们从安全角度考虑 对他是怎么说的 他应该说 四万四千块钱没有了 他也很着急 我们从正常心里去分析 这样的开车也不安全 就把他车钥匙收掉 不要他开车了 把他坐搬车上搬搬 那么他请假了一天 说身体不好 第二天就开始不来 那么觉得 这个反正觉得有疑问 长亚超是外来的武动人员 出于对员工的关心 公司领导还特意 前往他的赞助地探望过 然而 几次都没能见到长亚超 门关着没有人 但是看他的家里情况 不像是搬走的样子 我也问了他周围的邻居 周围邻居都说明 还是在这儿 他们找出挽回来 没有搬家 报案人长亚超的奇怪表现 让这起原本普通的盗窃案件 突然变得蹊跷起来 尽管出现了这样的意外 但是此刻 侦察员的注意力 依然紧紧盯着 那个头戴鸭舌帽 手里拎着蓝色口袋的男子身上 经过对该男子进入加油站和离开加油站时 视频的反复比对 最终 警方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 原来 这名男子进出加油站时 手里的口袋有些不太一样 明显是空的 为什么 他走的时候风吹过 那个布袋往上飘起来了 当时他走进来的时候 就是布袋一直在手里面晃动 那当他走到这里的时候 然后他那个布袋被风吹了一下 就是感觉很飘起来的样子 这个男子走的时候 离开加油站的时候 他手里面拎着那个蓝色布袋 一直向下垂直 走进加油站时 口袋是空的 离开时 口袋里多出了一些东西 侦察员判定 这个多出来的东西 应该就是报案人 长亚超被盗的 那装有四万四千元公款的跨包 难道偷包的真是这个人吗 可是警方在查看监控画面的时候 却有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发现 原来 早在长亚超驾车 来到加油站之前五分钟左右 这个嫌疑人就已经出现了 他没有走进加油站 而是在加油站外来回的徘徊 如果休息的话 他就站在那地方 不动了就休息了 他来回走 他明天再等人嘛 9点43分 嫌疑人在画面里消失了 大约两分钟之后 他突然再次出现 而就在这时 司机长亚超驾驶的白色商务车 迎面开了过来 之后 嫌疑人就尾随着长亚超的车 进了加油站 如果他是一个职业窃贼 那么之前加油站里 有那么多车在加油 他为什么不下手 而只是在加油站外 排环 为什么当长亚超驾驶的白色商务车 一开进来 他就马上跟了进来 而且在半分钟的时间里 就顺利的将车里的巨款偷走了 莫非他等的就是长亚超的这辆车吗 可他怎么会知道这辆车里有一笔钱呢 还是这一切仅仅只是一个巧合呢 一系列的疑问让人无法解释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此人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男子就往那个加油站出口的方向过去 走得很远 在远处呢就是他上了一辆 一直停在这个地方的黑色的小轿车 就是这辆车子黑色的小轿车 并没有进加油站加油 他如果要进去半夜五或者上厕所 那个车子完全是可以正常的开进去 监控画面显示 男子走出加油站后 搭乘一辆停在路边的深色小轿车离开 通过查看加油站附近道路的监控录像 侦察员锁定了嫌疑人 乘坐的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因为他这个车子比较明显特别 就是他的后挡风不离 贴了一大块那个像反光那种膜一样的感觉 深阳膜 根据嫌疑车辆的这一特征 侦察员沿着他离去的方向 调去了沿途道路的监控 一路追踪了十几公里 最终发现嫌疑车辆开进了一家招待所 侦察员怀疑 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嫌疑人的落脚地 排查中招待所的服务员当场就认出了 警方要找的这名男子 这个男子是穿一身黑的 然后瘦瘦的 但是他是没有戴帽子的 服务员介绍说 此人名叫王龙熙 是陕西宝基人 案发前三天入住这家招待所的 案发后的第二天就退房离开了 王龙熙很快到案了 他也承认他确实从长亚超的车里边 拿走了一个包 但他说这不能叫偷 只能叫拿 因为是别人叫他去拿的 而且他也只拿走了四千块钱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嫌疑人到案 事实浮出水面 离奇案件的背后 真相却令人匪夷所思 要生活 要开箱 还要吸毒 加油站里的盲剧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11年4月29日 犯罪嫌疑人王龙熙被警方抓获 王龙熙承认是他拿走了长亚超车里的跨包 但是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盗窃 他一口咬定 自己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司机长亚超的主意 而更让警方意外的是 当民警追问王龙熙 那四万四千元公款下落的时候 王龙熙竟坚称 当时包里只有四千块钱 压根就不是四万四千块 案件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究竟是谁在撒谎呢 2011年4月30 本案的报案人长亚超 在失踪六天之后被警方抓获 审讯中 犯罪嫌疑人长亚超 公认了自己为了达到 青春公司公款的目的 指使嫌疑人王龙熙 在加油站拿走自己的跨包 制造公款被盗假象的犯罪事实 据长亚超交代 半年前他接触上了毒品 后来毒瘾越来越大了 吸毒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为了搞钱 他动起了新吞公司公款的歪脑筋 案发前不久 长亚超所在的公司 在拍卖会上 以四万四千元的价格 拍到了一副汽车的牌照 公司指令他去办理缴费的事情 长亚超认为机会来了 为了骗到这笔公款 长亚超向公司谎称 代理公司只收取现金 不接受支票支付 于是公司将四万四千块钱公款 打到了他的账户上 看到公款顺利地进入了自己的账户 长亚超喜出望外 他的计划已经实现一半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 怎么把这笔钱吞掉 又不引起单位的怀疑了 想来想去 他想到了一个 假装公款被盗的主意 于是他找到了同乡好友 王农熙 告诉了自己的计划 丁许诺 事成之后 给王农熙四千元的好处费 我把钱放在车里面 我加油的时候 你把包蓝色 然后我包钱 就这样 面对朋友的要求 金钱的诱惑 王农熙答应了 因为我欠他人情 我当时厂子垮掉以后 我一个人打工 养三个人 我儿子小 我老婆没换完 上班 我比较困难 他就经常贴护 他对我儿子也好 我儿子干爹 我们关系处得很好 我欠他情话 案发那天上午 王农熙携带蓝色手提袋 按照事前约定 早早地来到了加油站外 等待 见长亚超的车开过来 就尾随进入了加油站 在长亚超下车加油时 将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的跨包领走 此时跨包里只有四千元钱 这笔钱是长亚超许诺 给王农熙的好处费 其余的四万块钱 其实一直就揣在长亚超自己的身上 案发那天下午 他就将这四万块钱公款 存进了自己的户头 而王农熙在拿走跨包之后 在加油站附近 搭乘了一辆黑出租 逃离了现场 那你是谁做的 零食 就是出去以后 从加油站出去 出去刚好停了个黑车 我都问他 我才停了一辆车 不是上海有好多黑车吗 我就问他 跑不跑 他说跑 就这样 为了亲吞公款 两名嫌疑人 合演了一出贼汉捉贼的闹剧 嫌疑人长亚超 自以为策划的天衣无缝 到头来却是鸡飞蛋挡 落了个锒铛入狱的下场 嫌疑人长亚超 因涉嫌职务侵占罪 被警方逮捕 面临的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的惩罚 而他的同伙王农熙 也将受到法律的审判 一直到这个时候 王农熙仍然认为 他的行为只能是拿而不是偷 你还真别说 他的行为在法律上真的不叫偷 但是我国刑法对这种行为 专门设了一种罪 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就是说你明知道 这个钱或者物是犯罪所得 仍然要帮他转移 隐藏 收购或者销售的 就构成了这种罪 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如今王农熙和常亚超 都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可是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不管是犯罪行为 还是赃款赃物 最终你是藏不住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介绍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其他内容 明天见